商務部長中山的表態呢 我們也可以理解成是 中方的一種談判手段嘛 提高要價 也可以認為是中方改變了立場 比喻就要強硬 但哪一種正確呢 還要看雙方真的 開啟談判之後的表現如何 不過呢 中國一再表示呢 不願打不怕打 希望中美貿易戰早日結束的立場呢 是不會有變化的 所以即使強硬呢 也不是為了拖下去 而是能以更好的條件來結束貿易戰 我覺得現在美國呢 其實排非常多啊 比如說和盟友聯手 歐盟啊日本啊 再比如你可以更多的 在多邊國際組織中起訴中國嘛 還有價值觀牌都可以用 但這些牌呢 主要是特朗普總統本身呢 他沒有興趣 他呢仍然是寄希望於 單純的經濟手段 但是經濟手段呢 一是代價很高 二是中共把成熟能力也很強 沒有什麼很直接的效果 很快的效果 而且美國大家也禁了嘛 經濟牌的政治代價也很高 所以呢 僅就特朗普總統而言呢 他確實牌並不是很多 特朗普總統 感谢观看